好 因为豪雨尔造成灾情的还有在印度的东部 昨天有多个地区爆发了土石流 目前知道的是已经有至少6个人丧命 还有2400名游客都受困了 印度在东部这边有多个地区爆发了洪灾 道路还有很多民宅都被掩埋 他们的电力还有手机讯号全部都中断 而岸边还有低洼地区的灾情尤其惨重 居民哭着说基本上失去了所有的财产 土石流至少夺走了6条人命 另外还有6400名游客 因为连外交通受阻绝而受困